以色列最近非常的活跃,除了空袭叙利亚空军基地,还袭击了叙军阵地,并且直接越境派出部队,在叙利亚境内设立了军事禁局。 以色列被誉为中东小霸王,也被称为中东小老虎,之所以有这个称呼,是因为其总是非常的强硬,偷袭,先发制人的打击,更是数不胜数。 以色列有过多次长途奔袭袭袭击伊拉克、伊朗的事件,当然袭击黎巴嫩、巴勒斯坦、叙利亚更是常见的事。 前不久以色列还宣布,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目标,不需要告知叙利亚,也不需要尊重叙利亚主权。 可见其强硬的风格,以色列在攻击叙利亚军事阵地之后,又出手了。 这次的理由是有一架叙利亚无人机,追入了以色列境内,据海外网7月12日报道,当地时间7月11日,以色列先后发射了数枚导弹,攻击了库奈克拉省北部的哈达尔地区,哈德及一些市镇附近的地区,以色列国防军承认了这次导弹袭击,以色列向俄罗斯表明,不会直接干涉巴沙尔的政权,但是决定不能允许伊朗军事目标在叙利亚存在。 如果叙利亚不能解决这个问题,那么以色列将会直接自己解决。 当然导弹袭击仅仅是以色列发出的警告,也许今后还会有更大的行动。 以色列国土报网站指出,如果叙利亚解决完南部叛军,那么叙利亚与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边境将直接打通,伊朗军事力量乘机介入,将会对以色列造成炎重威胁。 以色列必须采取行动,以色列国土报网站透露,奉行先发制人员则的以色列,已经动员了三万预备一男女士兵服役,参谋总港加迪将军,还有一军行动局作战局的将军们都已经谈到戈兰高地失察战备情况。 根据以色列国土报网站报道,以色列北部军区四大主力之一的地,210师,已经进驻戈兰高地,也就是说目前戈兰高地至少有第11预备役旅,第679预备役装甲旅,第209预备役炮兵旅和第595战地侦察营,第474预备役旅,第474预备役旅等,至少5个旅的兵力,进驻了戈兰高地。 以色列媒体指出,当前的叙利亚根本不是以色列对手,以色列也没有将其当作对手,但是伊朗的军事力量却是以色列的最大威胁,以色列绝对不允许其渗透到以色列边境,在建立美国打击伊朗的同时,以色列的打击重点就是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力量,在以色列军事活动频繁,很显然以色列在筹划大规模打击伊朗在叙利亚军事力量, 打击行动越来越高调的情况下,会不会引起伊朗的反击,局势会不会恶化等,都是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。